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更为严厉的围追堵截的部署 那么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 您觉得会如何来发展 而投资者方面要小心一些什么的 各位观众下午好 我们看到就是上个星期末段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参加完那个G7 就是七国会议之后 就进行一系列的那个 在欧洲访问的活动 参加完那个G7的会议之后 他去了欧洲跟那个北大共阳主席会议 然后再跟那个欧盟会议 最后就去了跟那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见面 那么他这一次的动作呢 背后呢有一个很深的那个含义 就是最初拜登当选总统之后上场呢 他曾经对于俄罗斯干预美国的那个总统选举呢 曾经发出很强烈的那个批评的意见 而且呢在大家要是没有上网的话 早几个月呢 俄罗斯的反对派的一个领袖 曾经也市场谣传呢 就是俄罗斯的那个军方呢 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和那个阴谋 那么曾经拜登呢 也措辞强硬的在批评俄罗斯这一方面的那些阴谋 但是最近呢 肯定看到拜登采取了一个 就是向俄罗斯采取了一个友善的那个态度 反过来呢 就是有点好像跟俄罗斯达成了某一个程度的 一个友好的关系 然后呢就把他的或者是说把美国的那个习中力呢 注意力呢 习中在计裁那个中国这一方面的手法 我们看到呢 同时间美国要是同时间呢 要应付中国和俄罗斯的那个挑战呢 在美国目前的情况来说 肯定是有点很凄厉或者是应付不来 所以就看到拜登在这一次的欧洲访问和跟普京见面的 背后的那个盘算呢 就是某一个程度上面 希望美国呢 能够跟俄罗斯达成某一方面的那个默契 或者是俄罗斯呢 能够对于往后呢 美国对中国的不断进行的打压 或者是不合理的要求呢 俄罗斯方面呢 就保持某一个程度的那个肝默 或者是不表态 所以在目前我们看到 中国和美国两个两国的关系呢 都是进入了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进入了一个 大家都有点冷漠对方的那个态度 那么这情况呢 我相信呢 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之后呢 在中美两国呢 特别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比方说 在新冠肺炎的发展上面 或者是 那个中美贸易上面 第二轮或者是新的一些项目上面呢 有所 大家有所在接触 或者是产生了一些新的话题的时候呢 在进行新一轮的那个 博弈 暂时来说 这个一个话题呢 或者是这一次 那个普京和拜登的会面呢 一时间马上的那个效应呢 就暂时没有发挥出来 但是我觉得呢 在背后呢 其实俄罗斯的态度呢 就当然是有点中美上争 他就来一个 愚人得利的那个态度 在美国那一边呢 某一个程度跟俄罗斯达成了一个默契 或者是大家有了进一步的那个了解之后呢 美国就更加可以习中他们的那个注意力 或者是更加明目张胆的对中国往后的 无论是在贸易上面呢 或者是人权上面呢 以及于其他的那个贸易上面的环节呢 都进行一系列的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是打压 始终呢 始终呢 我觉得往后或者是在今年的 迪西季度的时候呢 就是事情的那个后遗症呢 就会慢慢浮现出来了 那么像您之前所预料的啊 就是连日来美国故事出现的急升急跌 联储局的成员理事 包括主席鲍威尔 都相继发表对于通胀前景的意见 那您觉得六月底的港股的走势会是怎么样呢 其实在五月中之后 到了现在为止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我们看到港股呢 基本上自己都没有一个主流的方向 或者是本身自己缺乏了一个往上升 或者是往下跌的一个催化机 那么刚才说分析的那个拜登和俄罗斯的那个默契呢 暂时对股票市场呢 不会带来太大的反应 但是呢 短期的市场焦点呢 肯定就是放在这几天 或者是上个星期中 美联储的那个利率会议 和这两天鲍威尔和部分美联储的理事 他们的会议之后所发表的那个意见 总的来说 市场呢 就走在美联储之前 市场呢 就因为美国目前的那个通货膨胀呢 正在逐步逐步的加快 也看到无论是那个 个人收入 个人消费PCE的那个数字 和那个CPI两个通货的数字呢 都是明显的上升 但是呢 在美联储和鲍威尔的态度呢 他们呢就虽然有时候呢 发言呢就 比较温和一点 但是在他们的性态或者是股指里面呢 他们也应同目前美国的经济 浮速的速度呢 是比较快 所以这两天呢 鲍威尔就是安抚市场呢 就是说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加快的情况 和通货膨胀上升的那个速度呢 大家放大一点的容饮量 就是熬过了未来这几个月之后呢 当通货膨胀在某一个水平 纯定或者是稳定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通胀的压力 或者是令到美联储要采行 进行的那个收水 或者是甚至于加息的那个压力呢 就会有所舒缓 也因为这样子呢 刚刚在这个星期 我们看到美国股市呢 星期初的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非常的苦的那个上升 那个刀城市指数和标准普 指数呢 都在挑战前阵子 就是五月初的那些高位 那斯达克指数呢 更加集结的靠近了前阵子的那个高位 看得出基金呢 还是对于美国的股票市场呢 很热冲 我最近在节目上面也多方的提到了 这种高位震荡 价格的变化来带一点神经级的情况呢 我相信还会在六月份剩下的一个多星期里面呢 期许的发烧 可能呢在那个六月底就是半年节和那个第二季度结算的时候啊 加上显身工具的那些威力呢 可能令到市场的变化了 也是更加的那个波动 但是港股在这一方面呢 有时候新经级股份呢就有一些基金追捧 特别是北水的基金来追捧的时候呢 他们的表现就蛮不错 但是我觉得呢 目前呢 简单的来说 首先要避开那些有中美 分争的那些板块 基金呢 目前呢 还是对于一些内需消费的股份 或者是那个受到国家政策反垄断 影响比较小的那些板块呢 都是比较稳当 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 我将会对于应该挑损什么板块和什么股份呢 会做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分史和建议 好的 那我们也期待在下个星期三的时候 在跟您连线的时候 把我们来继续的详细的解读 这一时段非常地感谢苏显邦先生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